掌握及时资讯 开大弹成绩习惯 您好我是陈秋如 日本媒体报道 日本鹿尔岛海上保安部 昨天在鹿尔岛线口之岛 近海的日本领海内 以涉嫌侵犯领海作业 以现行犯逮捕苏澳籍渔船 春河峰166号的59岁台鸡船长 简连春 但是简长准否认涉嫌侵害领海作业 鹿尔岛航空基地飞机 当时在附近的海域巡逻时 发现渔船的踪迹 日本派出三艘巡逻船前往胜场 命令台湾渔船停船 根据鹿尔岛海上保安部的说法 船上共有九人 除了台籍船长 还有菲律宾以及中国籍的船员 涉嫌在口之岛北北东 约二十公里的日本领海作业 台湾与新加坡签署台新经济伙伴协定 让我国前进跨太平洋 战略经济伙伴协议又向前一步 但是今天在股市激励的 是以纺织为主的越南概念股 中场大盘小涨一点 指数收在8283点 成交只为新台币781亿元 投股公司表示 第三季的财报影响股价效应 会持续到下周 大盘指数则可能在下周一 有较大的转变 除了十月营收公布之外 国内外交重要的经济数据 在这两天要公布 尤其是美国QE的退场速度 更值得关注 也将改变目前侠服整理的格局 评检侦办顶星购买大桶长击油品案 昨天到顶星屏东厂 以及彰化厂搜索 作案并从彰化厂带回陈信客长 以证人身份漏页征讯 一共征讯了三个小时 一直到今天凌晨 评检今天表示 陈信客长是以高层指示 竞购大桶油 评检检查长林静宗表示 陈信客长采购大桶油品 是依照高层的指示办理 他并不是决策者 对于是否知道大桶油参加 陈信客长否认 林静宗也表示 检方前往顶星屏东厂 以及彰化厂主动搜索 主要是因为之前所搜集的资料 都是由顶星提供 大桶公司爆出内外账的问题 检方为了了解顶星 是否以地价向大桶公司购油 也有内外账 主动搜索 希望能够获得更详细的真实资料 在黑心油皮的风暴之下 消费者究竟用什么油才安全 肖集会今天召开记者会表示 最近非常热门 号称可以防止湿质症的椰子油 其实会伪害心血管的健康 肖集会指出 房间盛传椰子油是好油 大量服用可以预防湿质症 但这项说法其实是扭曲了科学调查 如果民众误信房间的谣传 大量服用椰子油 反而会让油中的饱和脂肪 堆积在血管壁上 提高心血管疾病的风险 所以在黑心油品风暴之下 消费者究竟有什么油才安全 请尽量避免片面的资讯 避免防止湿症的椰子油过度使用 现在时间是下午2点03分 国际新闻 日本靖岗县山梨县 以及沈奈川县政府 今天商讨富士山爆发的应变措施 当火山灰遇上大雨 可能会对木造的建筑物造成极大损毁 一旦估计火山灰 击到30公分或是以上 当局就会向居民做出避难呼吁 估计爆发之后 但是清理东京的高速公路上的火山灰 就需要4天时间 有必要制定避难计划 做好预警阴影措施 高速上网让线上串流影音订阅服务问世 曾经提供出租引带的百事达公司 明年1月初将关闭300家美国专营店 而DVD的邮寄服务也将于12月中旬结束 曾为美国录影带出租的连锁电龙头百事达 凋零显示新技术重塑产业的惊人速度 消费者的影像娱乐需求 显然已经转移至透过数位管道提供 以上就是这集的整点新闻 这集的整点新闻 最新闻的连锁电龙头百事达公司